第四點他說 啊可是這樣說很久 我們整齊啦 整齊齁 為了爭取實效 所以我們本武同步簽報召開專家會議 在9月30號以前我們會開啦 南同步 各位知道這個同步多同步你知道 多同步 9月18號的這一個 它這是黑暗7點 剛才有一個10點 黑再10點完的 他在弄這個時候 同時在簽這一個說明 那個專家座談會的開會同時 同時 他就要爭取實效 我從來沒有看過任何一個市府的公文 或公務體系的公文 在回覆民間單位的時候 說我幫你爭取實效 一般不是都是死衙門嗎 他講這個話 我相信這個有公務經驗 或者是我們在場 不然是議員 或是公務機關 代國都很清楚 它的意義其實 不單純是一個中性的請你研究 不對 對 當他請你研究一個不合法事項的時候 他就是在告訴你 對 你幫我研究到合法為止 對 你幫我研究 給我一個合法理由 對 那這個就已經有問題了 阿川 你當局長也當很久 對不對 雖然當了沒有到八年 當了四年 對 可是簽的公文也不少 對不對 這個層級就是你們在簽的 對不對 沒錯 就是局長的公文 這個公文就簽到黃錦帽 然後我看了這個 我嚇死了 我下標題叫做 金華城客製化公文曝光 什麼叫客製化公文曝光 阿川 你說你看了內容也覺得太誇張了 王一川 因為這一個公文其實 會補這條應該是 第一天都要一段時間了 對 可是這一個公文就是要真正的 開始讓他真正動起來 對 剛剛跟剛才說什麼 煮雅虎 去跟蔡壁如 陳情 什麼什麼什麼 對 這個案子 這個公文就關鍵了 對 他說 欸 你過公司 我們先講時間點 這是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二零八年的 九月二十一號 黃錦帽簽是十幾號 十幾號 十幾號 十八號的時候 然後他又說 貴公司 貴公司就是金華城 對 你們送這個變更的事情 然後請本府辦理多計畫 變更程序 附屬說明 第一計畫就沒中 第二計畫說 你們這個不行 你們這個計畫不當 有要公共利益 然後你們也沒有符合 你們也沒有符合 所以我們叫你們補足相規定 不符合不符合 哥不符合不符合 然後呢 本來都是計畫二十四條 計畫變更於計畫 從宿內增加容積獎勵項目 賦予法律授權代表 本案只非屬都市計畫地區 不行啦 都市更新的 你們不是啊 都不行啦 所以你們所理的容積獎勵 引用都市更新的 不對啦 應先釐清 引用法律條文的 釋法性 對 意思是說你們這個不行 你們送這個沒辦法 先釐清一下 這看沒問題嘛 我跟你講 一般公文就寫到這邊 正常辦理 你不符合 你不符合 然後下面這邊畫下GG 就給你就好了嗎 所以關鍵是第三跟第四 忽然看一條活路 他說容積獎勵的給予 需要一般來公布 你為什麼要著重 他開始弱 需要符合公益性 環境公益性及對價關係的原則 請貴公司說明 我們要給你同級獎勵的項目標準 是否高於都市計畫法相關的規定 有沒有超過 你怎麼出來說明 然後設置這些空間設備 逐項列表補充說明 以呈現獎勵的必要性 這個是黃錦帽親手提點 你要怎麼搞才搞得過 到這一段也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說你要補 最好做成表格 我現在做這個事情 是代表什麼 不要剩整本的 你就剩一個表格 到這裡也都還好啦 因為這打第一個字的 不是黃錦帽 第一個字是公務員 要講 第四點他說 可是這樣說很久 我們整個 整個 為了爭取實效 所以我們本五 同步簽報召開專家會議 在九月三十號以前 我們會開 我們同步 各位知道這個同步多同步 你知道 多同步 九月十八號的這一個 他這是7點 對 以前有一個 10點 他在弄這個時候 同時在簽 這一個說明 這個專家座堂會的開會同時 他就要爭取實效 我從來沒有看過任何一個 市府的公文 或公務體系的公文 在回覆民間單位的時候 說我幫你爭取實效 一般不是都是死衙門嗎 對 然後一般就說 這個過了 然後我們再來找 約學者專家時間 然後再討論的議題 他不只發給金華城 這也來行 副本給這家工程顧問公司 什麼意思 長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為什麼要直接給他 不知道 因為這個必要性合理性 都是他們寫的 如果他只給了金華城 金華城收到會怎樣 金華城還要轉給長峰 對 所以他還這麼貼心 金華城自己不能寫 因為他們一定委託 顧問公司下 那委託顧問公司下 我要給金華城公文的時候 同步再給顧問公司 這麼貼心 那顧問公司就同步收到了 各種同步 我同步幫你富含給顧問公司 我同步幫你召開專家選者會議 然後呢 我還請公文人員演藝 你到底怎麼寫才可以 第一個設表格 那你要符合地區公益性 對 環境 環境多琢磨一點 然後呢 對價關係原則 對 然後什麼項目 全部符合 這就是大洩題的公文 就是加快 爭取時效 對 那爭取時效 各位記得 柯文哲一個叫速神速決嗎 有 就是那個時候在取時間 對 所以這個公務員就開始這樣弄了 那你說這一個公文 黃錦茂去蓋了這一個公文 欸 這公文是府含喔 府含 府含 府含是要到市長 對 黃錦茂帶為覺醒 對 對 不用再去 喔 起床 那母園來 跟民國幾年去 我就要覺醒 他可不可以覺醒 可以 這個是分權 這個尊承授權原則 他是可以覺醒的 對 他覺醒了之後 他就要打了 對 他就要打了 可是後來在開都市 要進入到都市計畫 這報告來了之後對不對 進入都市計畫 黃錦茂就兒子了 柯文哲擬簽 正式那個會議要照看 擬簽 但是這個寫報告 這個我來負責 對 所以黃錦茂 黃錦茂讓這個案子 進到都委會的 那一開始要進去之前 離職 快來浪槓 阿婆浪槓走了 對 不好意思 我不在了 我走了 對 黃錦茂 這個公務員員做過了 他知道那個會議 再開他也對 對 所以他就把那個門開到 讓他可以進去 那在專案小組裡頭 許書來問他說 你一直說專案小組招會 是因為柯文哲 叫你們送都委會處理 對不對 四五題出來 沒有說要給他獎益 對不對 你這邊幫他趕實效的原因是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 就是這個公務員 就是這個公務員 你為什麼要幫他爭取實效 爭取實效 那黃錦茂回答是什麼 市長就交辦 映小威也一直在吹 集集寫下來 這是穩穩穩 一直吹就對了 所以我們為了慎重起見 還是請專家學者 來看看他的計畫書 那種是不是 事法性跟合理性 關鍵就是市長是有交辦 有交辦 那問題是都委會開會的時候 就已經講不行 對 叫他們補事法性跟合理性 公益性 這是都委會開的 可是他就起了一個專家學者 來看看他的計畫 你記得專家學者看完說可以嗎 不可以 不可以 還是不可以 再換一批專家 對 然後再換一批委 所以呢 他在這個調查小組裡頭 其實講了蠻多老實話 這個市長給我 那如果他在調查 會說是市長是有交辦 那北檢傳他 他已經講市長是有交辦 那市長是有交辦 柯文哲會說我沒交辦 完了 那檢察官怎麼問 檢察官很簡單 蔡壁如要坐牢 檢察官很簡單 就是看黃錦茂過去批過的公文 對 是不是只要市長是有交辦 奉交下 只要有交下來 黃錦茂都會吹 對 還是交下來黃錦茂有在判斷 對 有些判斷有的它吹下去 有的它等到 對 不要插耳 對 那他沒有問題 因為是市長是交辦 因為他的個性 就會變成說是市長是交辦 所以每次都吹 可是如果有些交辦 有些有吹 有些沒有吹 對 有些慢慢來 有些還要有人去跟他講說 拜託 對 那他就有事 對 那就變成個案 是 那金華城狀況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那檢察官去處理 黃錦茂聽命行事 證人變被告 訓諾五百萬 五百萬多不多 很多 很多 因為他以前 譬如當突發局長 年薪也不到兩百 對 他十二萬 年薪不到兩百 這是兩年多的薪水 而且他如果現在退休 你什麼月退也沒這麼多 而且要現金 對 所以他也 五百萬交保 限制出境 出海 算是重保 那所以 他是不是有公出實情 我判斷 他公出的實情 就是市長是有交辦 但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 市長是跟你講 市長怎麼跟你講 對 搞不好是關鍵 好那我跟各位講 回到剛剛那張公文 公務人員會簽這個 你不要以為就這兩頁 公務員後面會附這個 附這個 對 然後呢會附說市長 市長是要求 局長要求 後面不管是首獄 電獄 卡電回來 幾月幾號幾點幾分 對 奉市長是電獄 或奉局長電獄 對 他們都會記錄 然後通通會附在後面 附在後面 附在後面 我要自保 我沒事我承辦人 我蓋第一個張 我去弄這個幹嘛 你知道我問你 你這個公文 這樣檢察官 會不會叫第一個 來問 會不會這個承辦 單位的第一個人 會不會叫 你為什麼簽這個 我才三直等啊 上面叫我簽的 上面誰 對 上面誰 上面是科長 還是局長 對 是局長直接找你 還是局長秘書找你 還是科長找你 叫你往上簽 對 這些人都要自保 是 所以他們簽公文 各位不要以為 這種寒稿是只有這兩頁 後面附的那個附件才精彩 今天我問陳又欣陳律師 因為狀況是這樣 土利跟貪污 這是兩條不同的軸線 土利如果中的話 保底就是五年嘛 那以大巨蛋案來看 是有可能碰到十年以上 兩百億的土利 對不對 所以阿伯在這個案件裡面 包含了什麼角色 知不知情 甚至有沒有金流 那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可是現在看起來很有趣 印曉回現在是敵死不從 很確定 因為你看一支提訓 一支提訓 可是都沒有交保的跡象 還有 我們一直以為彭正森可能撐不住 可是到此時此刻 彭正森也沒有任何交保的跡象 對不對 還是在裡面 沈信金 那時候我們說他掛了尿袋 他八十幾歲 他可能真的會撐不住 可是現在此時此刻 他的律師還在提抗告 在保外就醫什麼 表示也還沒變污點 阿伯更不用說了 阿伯自己就講囚徒理論 他咬牙撐過就OK了 所以檢調其實在現在辦案 遇到一個非常大的難關 就是有沒有突破口 而且是關鍵的突破口 你說三任都發局局長 第一任林周敏 其實坦白講他只碰到前面 一點點跟他沒什麼事 第三任的都發局長叫做黃衣平 黃衣平是沈信金的特助 對不對 很有可能也會搖死不守 黃錦帽他是第二任 他成仙啟後 他知道發生什麼事 現在他真的可能轉成污點證人了嗎 其實說到污點證人的轉換 當然他們現在有沒有獲得交保 我覺得是一個可以評估的指標 不過說實在話 就算沒有被交保 他也有可能已經轉 這個我們未必 不一定不一定 只是一個比較粗略的 沒錯沒錯 一個判斷 那但是在這個裡面 他們的角色又各有不同 以印小薇來講 他的話應該還是涉及到金流的問題 對 或者說當然有一點點就是說 他是不是有可能去促成柯文哲 決議要硬是要推動金華層容積放寬 對 那所以他兩個角色或許都有 可是再怎麼看印小薇恐怕都不會是 能夠去直接證明柯文哲金流的這種角色 因為他的身份 還有他拿到的錢的這個多寡來講的話 你說他拿來 就是他負責當這個金華層白手套去給錢 知道這個給錢金流 我覺得也是有點問號 對 所以基本上這個可能幫不太上什麼忙 齒路不通 對 那彭聖聖我等一下講 那審慶金的話 我是在覺得除了說 因為他自己身體當然年紀也大 沒有錯 可是也不要忘記他以前早就蹲過了 他不容易突破 然後再來的話 他現在我也在想另外一個東西是說 這個他的部分的話 當然行賄對他來講是 是一個小罪 好他如果轉污點的話 當然對柯文哲影響很大 對 而且對他來講 欸法律行動也是可以降低很多 對 可是看起來他現在還在咬牙苦撐 有可能 因為你看前陣子這個國台辦 還發出一些對柯文哲友善的訊號 哇 那這個訊息 如果神仙天聽到之後 神仙天知道的話 那要不要轉呢 再咬一下牙 老大哥看到我的奴地了 對 我要咬柯文哲嗎 會不會有點問題 對 這一個也許又涉及到他自己的其他資產配置的問題 等一下 我覺得你講得很隱晦 你在講國台辦的那一個訊號 國台辦今天 對於國民黨跟民眾黨或許有打雞鞋的作用 可是對於在裡面蹲的人 那不一樣 也是另外一種訊號 那也是個訊號 因為如果你的資產配置在中國 比重很重的話 那你也不能亂咬 你今天如果咬了 最後決定當污點證人 我國台辦已經都放話 直接要支持柯文哲了 你還去咬了他 然後害他變成說脫不了身 那這個可能也會要再審酌一下 為什麼我把彭正森放到後面來 我想跟大家解釋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在這個 我們彭正森的話 我覺得重點還是會是在土利的部分 對 然後就鞏固說 柯文哲到底知不知道這個事情 知不知道這樣是違法的 他是否知道違法 還硬是要推動這件事情 對 那彭正森或許有這種角色的可能性 可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件事情 其實在所有這類案件裡面 市長也好 副市長也好 就算是副市長 他只是分管 對 所以他們的角色都可以說 我管很多 這又不是我單獨的專業 就像彭正森說 這不是要專業嗎 這土木嘛 土木的 那誰是專業 我們在職務上來說 其實真正最危險 可能最跑不掉的是局長 獨發局長 獨發局是直接主管機關 直接主管機關 你還是直接主管機關的局長 你做的決定 那所以說我們現在看到黃錦茂 他現在出現一個公文的時候 你看他的角色多吃重 比如說他自己下了一個文 對 然後去說 建議你們啊 因為明明前面就寫得很好 前面都說不行喔 不行喔 不行喔 規定不合格喔 但是誰有能力去寫出第三段跟第四段 你要足夠專業 你還要足夠權限 這個權限還就剛好就是獨發 所以一定是這個局長的位置 是最危險的 第三段說 你做什麼什麼什麼 來呈現獎勵的必要性 第四段說我們來爭取失效 幫你加速 對 所以這些東西你有沒有發現 他所有的權責 是誰的權責 都是局長的權責 我們姑且不說黃錦茂 林周銘還是誰 對 都是局長的權責啊 所以說其實在所有的角色裡面 會做得出這個直接決策的那個人 其實是獨發局長 對 那所以對他來講 是最危險的 但是他的地方就是要講清楚了 所以到底其他的人如果要推脫掉 他是沒得推脫的耶 因為他也不能說 他北約說他不知道 他不能說我不知道 我不可以說冒冒不知道 他不能說不知道 他已經是局長了 這個專業就是你是投了 再上去就分管很多業務了 你還說不知道 說不出來了 而且文喔 一定他這邊一定會有專業意見在裡面 對 你也推脫不了了嘛 對 所以對他來講 今天一旦被這個 以被告身分約詢以後 他絕對有很大的動力跟動機 要去告訴檢察官說 這不是我個人意見 是市長 市友交辦 那當然他們 你看在這個公務員 真的都很 我覺得以我們這種非公務員體系 對 真的是有要經過一些案件的經驗才知道 他們在講話喔 你如果光看這個講話喔 欸好像看不出有什麼端倪 這個是什麼意思 就只是中性的交辦言處錯誤啦 其實他這樣子講話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已經得到市長這邊的一個push的壓力了 所以我們才會積極的去把它好好的研究出 如何才釋法 如何才合理 就是說他們這個話有時候喔 如果我是怕說一般的民眾看就說 這是中性的吧 他交給你研議啊 這很高竿啦 市長是有交辦言處 交辦言處是三個動詞喔 交辦是一個動詞喔 研是一個動詞研究喔 研究 處又是一個動詞 那處理喔 但是一般人 但是一般人 一般人可能會誤以為說 這不是中性的話語嗎 對 交給你啊 又沒有說一定要過關 錯 在公部門 那如果他不過關 你就告訴他這個違法不過關 就結束了嘛 對啊那我就告訴你 喔你交給我 我知道了他不過關他違法 他不應該做就好了嘛 那就會交給別人 那還要我研處幹嘛 還要我研處幹嘛 有什麼好研 我研給你了 我研究給你了啊 他不合法啊 所以這個研處 就已經有要你推動的意味了 是 所以說我想 黃警報他在這個偵查中 如果有一個更明確的說法的話 我相信啦 就是說他的這個內容 應該會比這種中性 因為這個是在這個市議會的調查小組 你知道市議會調查小組 是公開的 他又不是什麼偵查不公開 調查不公開 沒有這個事情耶 所以他在講的時候 還是會比較謹慎保守啦 但是他講這個話 我相信 這個有公務經驗 或是我們在場 不管是議員啊 或是公務機關 台國都很清楚 他的意義其實 不單純是一個中性的請你研究 不對 當他請你研究一個 不合法事項的時候 他就是在告訴你 你幫我研究到合法為止 對 你幫我研究給我一個合法理由 對 那這個就已經有問題了 就圖利了嘛 你明知道不合法 你還叫人家硬要研究出一個給你 然後就 對對對你看齁 是你研究出來的 是合法的齁 那我就接受 這個本身我認為 就已經是一個有意向性的一個 要求圖利 而且明知違法情況之下的圖利了 好 這種公務員文字都應該要這樣解讀 好